身高要在178以上 体重的话要在140斤左右 本个学历上 长春的话是有住房和代铺车 你上来是来找男朋友来了 我们男生不是傻小子知道吗 巨婴女相亲太朴信 上来就是高标准 听实力把相亲现场变成了辩论会 不是女生太现实 只怪后台太强大呀 今年28岁的人姐 在外是优秀精明的人事经理 在家却是一个一来伸手 犯来张口的小公主 在家里基本上生活不弄自理 做饭不会 擦地洗衣全靠我妈 妈你烧水了吗 妈 妈 家里有真吗 妈 室友间没有举了 妈 你帮我把小朋友拿过来 好家伙 啥事都得靠妈 咱就是说 脏活累活可以不做 但拿个碗筷 能费多大劲呢 她的这些行为 可不是什么小公主了 是妥妥的小祖宗呀 但人姐表示 她并不是啥妈宝女 她是有科学证明的 我可不是妈宝女哦 据研究表明 我会做家务的女人 心目是很高的 聪明的男人是不会让女人做家务的 她会把女人宠上天 这样的话 其他的男人做她再好 她都不会 这得是喝了多少毒鸡汤才能说出这话来 我上一次这么无语 还是在上一次 而这还没完 人姐还有一句治理名言 我真的笑不活了 原来养生还有这种说法 不愧是人事经理 她算是狠狠拿捏了说话的艺术 把懒都能说得如此清新脱俗 我实在是佩服 再说 不管生命在于运动还是静止 你长期移动不动的葛家躺 肯定是不行的 可这位姐愣是有她的理由 乍一听 这话貌似还挺有道理 但人姐呀 咱好歹是21世纪的独立女性吧 为啥要去和王八比较呢 我属实是不理解 说到这 差点把正题都给忘了 今天咱人姐 是来找对象的 她还有一句彪悍的爱情宣言 生命在于静止 对象在于知识 你们没听错 人姐的男朋友 是用来供她使唤的 至于原因 咱们都知道了 她自称自己是喜欢养生的小仙女 这时候就有男嘉宾问她 家务到底是不会 还是不愿意做呢 而人姐还挺诚实 直接表示 她就是单纯不想动 我是会不做 接着七号小伙称 她可以做饭 但是如果还有承担家务的话 那就太忙了 毕竟男生还得挣钱呢 一听这话 人姐瞬间不淡定了 男生是你在那边工作 然后回来要做家务 当然女生是一样的呀 女生要上班呀 然后还要带孩子 然后还要做饭 可能会比你更多一些 理是这么个理 可这并不是可以使唤别人的理由呀 此时 三号小伙子听不下去了 直接揭穿了人姐养生的本质 那你偏偏就是在那躺着 那就要养生吗 我感觉那是纯粹的懒呢 小伙子 瞎说什么大实话 咱人姐不要面子的吗 并且这小伙是真的胆大 他还顺势内涵了 人姐连老年人都不如 像我老93了 我大奶95了 天天没事就是溜的呀 你这么年轻 就开始躺着不动了 然后这么大了 然后就是家务也不干 都指着你你母亲 我觉得你是不是有点太巨婴了 小伙子 我敬你是条汉子 这是让人姐被啪啪打脸呢 暴脾气的她当然忍不了 直接霸气回怼 我不断 我又没住你家床 不得不说 人姐是真的有两下子 他逢管有没有理 气势反正是不能输 眼看着三号兄弟招架不住了 十四号小伙赶紧顶上 你真是气死我了 你说你就是不愿意动他的懒吧 你个床上躺着可以 你还可以自己找个理由 喜欢敬物啊 并且他作为专业人士 现场纠正了人姐的观点 这位哥也是个狠人啊 用最平淡的语气说出了最打脸的话 并且我怀疑他也在内涵人姐 因为咱有证据 我还可以那个为他们吃饭 其实咱俩挺合适 我可以伺候你 大家的笑声简直不要太损 尴尬的人姐自己都忍不住无嘴笑了 但她怎么会这么容易被击败呢 她表示自己揽事有理由的 一切都是工作惹的祸 工作表示我不想背锅 这第一轮大战落幕了 更精彩的第二轮即将上演 相亲嘛肯定会有一些要求的 而咱人姐的择偶标准 真的高得吓死个人 可能咱还是一个单身狗 确实是不理解这种条条框框的要求 毕竟咱看来结婚的话 两个人互相喜欢不就行了 整这么多规矩干啥呢 人姐的要求 也让在场的男嘉宾们直言配不上 可没想到人姐对这种情况早有准备 她称物质是男生必备的东西 而女生有没有并不重要 如果台上男嘉宾问我 这么高要求你有啥呀 我想说就是因为我没有 我才要找男生啊 男生有这些是必须配置 女生有才是精细 这话的确是过于双标了 看来人姐的嘴皮子功夫是真溜 说的话是一套一套的 并且她表示自己要这些都是有原因的 结婚是提高两个人的生活品质 如果你只能复杂得起你自己的那一块 那么我要你要做什么呢 如果两人在一起不是一加一大于二 那两个人将毫无意义 不得不说人姐真的是资深毒鸡汤患者 严重怀疑她是在家躺着太闲了 没事就瞎学一些歪理 根本不考虑现实情况 自己条件不咋地 标准还推高 这时三号小伙又忍不住开喷了 虽然这位哥说的话是相当的有道理 但人姐并不买账 她有自己的想法 真的绝了朋友们 就是自己没有所以才要对方有 这逻辑简直是逆天 自然是给三号小伙整无语了 这话没毛病 小伙子真的是人间清醒了 可没想到人姐依旧有她的道理 看到这儿 我感觉这位姐不应该来相亲 反而应该去参加变形计 她脑子里的东西太奇怪了 找个对象还得查路普缺 三号小伙已经生无可恋了 还坚持想给她讲道理 但人姐强势表明 她不需要 我觉得她提的就是有点太多了 就是一个人想要太多 你觉得多那是你自己觉得 你自己不自信啊 我这些都有 但是我没有相容你 那就别说话了呀 那你留灯干嘛呢 这场景简直不要太激烈 不知道的还以为来到了辩论会呢 不一样的是 咱人姐是一对多 八号小伙看着人姐这嚣张跋扈的样子 忍不住也加入了战场 看来人姐是打算空手套白狼呀 自己啥也没有 就得要对方有 这直接把八号给整冒火了 那我叫你干什么呀 那我要女性要是要独立的呀 那你独立自己去生起这些东西 为什么要去男孩去拥有呢 这怼的内叫一个到位 可我没想到 人姐竟然还能反驳 女生如果什么都有的情况下 她不会去找男朋友了 也不会结婚 现在很多社会上的女性都是这样的 大姐 说自己没事 上升群体就不对了 毕竟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她的反击依然没有得到认可 那男孩什么都有了 也不需要去找女孩了 对吧 你可以不找呀 对呀 那你也可以不找啊 这波争论结束后 场上的灯毫无悬念地全灭了 最后 金木导师建议 人姐把标准降低一些 但咱人姐偏不听 她认为 爱情和婚姻就是不能将就 对此 大家也不能说啥 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 只是人姐如果一直兼致她的想法的话 估计是脱单无望了